这车不对劲啊 玫瑰的为什么黄单没了呢 我去这么厚腻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高尿二车八戒 你们眼中的老神 今天来了一辆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车 就是我现在已经坐在他的车里了 静静的在感受他整车给我带来的一个磁场 非常舒服 什么车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台17年上牌的宝马X5 35i 320T 这台车呢 手续非常的奇特 大家看啊 这前脸没有小黄灯 也没有美规的特有标识 然后这台车也不是中规的 大家可能这么一看像中规的 因为没有小黄灯 这台车是末版的 美国生产 戴纳肯 白色的X5我感觉是最漂亮的 因为它非常非常显大 这这代的宝马X5 它的生命周期有点短啊 它14年上市 然后到了19年18年末 它就生命周期就结束了 然后出了个新款G系列底盘 这是F系列底盘 而且它的这个发动机 N5B30A 大家看一下 N5B30A 333匹马力 从上一代的X5 就是一系列的X5 一直沿用到了自己 还没有变 现在改款之后 G系列平台的 它就用了 B58 自列六缸发动机 这台还是当年 11年左右时候 N5-4淘汰之后 换成了N5-5 一直用到了现在 也是跟上一代的X5 用的是一个变容箱 一个发动机 ZF8速匹配这台3.0T发动机 匹配的非常非常完美 就这个级别 百万级别的 X5啊 ML啊 Q7啊 这套动力总成 宝马这套动力总成 是匹配的 最舒服的 要平顺有平顺 要动力有动力 它这个推配感 X5给你带来的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棒 再就是这台车 是一个Mpower套件 就是运动套件 Mpower的龙骨啊 加上Mpower的前后杠 然后叶子板也是 运动板的叶子板 这台车 两个大灯 都是原车的 前头也没有伤 整体 车况非常好 喷漆就三件 而且都是补漆 基本上 全车还覆盖了车椅 然后后喷漆的那些地方 车椅已经死掉了 可以看一下 机盖都没有拆卸过的痕迹 叶子板 螺丝 都是原车的 真香啊 给你们看看内饰 这个就是宝马特游的马鞍中的内饰 墨板 就是平行进口的版本啊 配置特别奇怪 你看这个座椅在推托 嗯 方案盘是运动方案盘 然后呢 它竟然没有座椅加热 大家看到了 没有座椅加热 然后没有哈曼卡顿印象 但它还有个液晶仪表 然后这个桃木 是后夹的 这个桃木是原车的 所以配置特别奇怪 再就是这个棚领 也是黑色的 然后正常美规高配的话 它这个仪表台是双缝线的 这就是普通糖素的 所以平行进口的版本 它的配置太乱了 所以说它的价格 也不好太那么掌控 这我好大哥 这本人搞好呢 真好看 然后后排 这台车内饰不是它 最大的亮点 它的亮点在哪呢 它的亮点在这套底盘 跟它的动力总成 王马的底盘 跟动力总成 调教我感觉在 BBA里边 它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谁开谁知道 这一代超五比上一代 方向质感好了太多 但是底盘的沉重感 要比上一代少了不少 取而代之的呢 是它的这个底盘非常灵活 再就是这个方盘 一个手终于可以打得动了 上一代超五 那方盘沉的 总是你没吃饭 你根本就开不动它 感慨啊 我曾经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台车 现在 已经喜欢够了 为什么喜欢够了 以后我会给大家讲 然后这台车是17年上牌的 全车三处补期 行驶了4万公里 实表 是4万公里 不是4万英里 买这些美规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它这个公里数表 要看清是英里还是公里 英里换双成公里会非常大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 你别到时候买个 4万英里的车 你当成4万公里买了 那就有点得不偿识了 然后这台车还是个一手车 它现在这台车 报价是多少呢 报价是50万 对你没听错 当年落地 百万的豪华SUV 现在蓝腰看一半 只开了三年4万公里 用车成本简直就是太高了 17年的时候 你要是买个 Land Cruze 5.7 最一配半完 它也是这个价格 现在能卖多少 现在 能卖100 白开三年 满满等等 反正说那么多也没有用 试试已经发生过了 买宝马人 它肯定不差钱 它也赔得起 对不对 最后 总结 买这台 这种百万豪车 需要注意什么 注意的地方有点太多 我抓几个重点给你们讲 主要看这台车 轮胎 还有那些 一损件的损耗 因为这些东西 你后期买回之后 更换一次 非常昂贵 因为它不是老一车 它是一台 比较新的一个 宝马系列的 顶级SUV 虽然 现在不是顶级 现在是X7 但当年 X5X6 一个平台出来的 它确实是顶级 而且它的保养费用 不会便宜 这里 挤住 最后一点 宝马的X5和X6 现在基本上 已经全部搭来挂了 所以说买这台车的时候 尽量都看看价格 啥啥啥啥的 毕竟它已经从一个热门车 现在变成不热门 能砍 则砍 但是也别砍太狠 砍太狠吧 人也不卖你 毕竟 一个四十大几万的车 你收回来 有成本 人该挣 还得时间 我是老观众二车 八戒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 这个级别 四五十万 还有什么你想买的车 评论区下方告诉我 我给你一个 价格区间 拜拜 下去 见 未经许多 谢谢观看